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h 受伸有額不再困難 那今天想跟大家破解 就是我們使用很多的方式嘛 比如說什麼 節食 耐食 斷食 減肥藥 或者是醫美 或者是你去做收胃手術 等等的這麼多的解決方式 為什麼都會反覆的復旁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今天就要跟大家破解這個重點 其實你要理解一些 這些方式你的共同點都是什麼 都是藉由減少你飲食的攝取 來進行受伸 所以如果你現在 你的身體是受伸平衡的 就是說你現在這樣吃 你這樣做生物 你的體態基本上是穩定不動的 的話代表說你現在的飲食 那這時候你把你的飲食降低了 對於身體而言 他會想說 我的薪水怎麼被砍半了 各位 你的薪水被砍半有什麼想法 你一定會幹嘛 節儉一點 所以你身體也是一樣的 他原本代謝是還蠻高的 但因為你把薪水砍半了 所以他會漸漸的很節儉 他會把他的代謝降低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覺得 你也確實瘦了 但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只吃一兩餐 你還是想要吃回三餐 或者是想要吃一些美食 那你吃回來的時候 身體會想什麼 你曾經被砍半過薪水 這時候 老闆忽然又發給你薪水 你會怎麼做 你不會劃掉的 你一定會毛血存起來 因為你會怕下一次就被砍薪水 那身體也是同樣的心態 所以他就會把這些 你吃進去的食物變成脂肪 囤積起來 對於他而言是一個保命機制 而對你而言就是肥胖而已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麼多種方式 都會讓你反復復胖的真實原因這樣子 OK 那聽完如果覺得對你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留言按讚跟分享 讓你想了解如何簡單健康瘦 你可以找我了解 諮詢小富客星計劃 按照我分享 拜拜 小富客星一貫幫你代謝1.8萬熱量 相當2.3公斤肥油 這效果去抽支 要花20萬啊 這麼超值 還不趕緊下訂小富客星